大家好 这次给大家讲讲习包子在中国 到目前为止 他到底还有他怕的人吗 难道他心里就是真是天王老子 老子第一吗 谁都不怕吗 应该不是一个事实吧 应该还是有所忌惮的吧 说当年毛泽东其实也怕的 说当年毛泽东闹得最凶的时候 他特别怕他的过去的一些老师 过去教过他的老师 说武汉大学有一个心里的老师 毛泽东特别怕 有一次去武汉区常见游泳的时候 然后去看他的老师 他老师笑着说 说润知啊 你现在是以九五之尊了呀 你来看我的话 这有点说不过去吧 应该是我来看你吧 毛泽东知知道他老师是在开玩笑 在挖苦他 说他现在皇上了 听不见人的话了 然后就说 无论怎么样 这个老师的话我还是要听低 他说这是土工中国吧 也算是一个传统吧 西包子还是有怕人的 有的人他还是多多少少有点顾忌的 过去我们都是打枪游的人呗 都老以为习近平怕的是那些个元老呗 什么宋平呐 什么曾庆红呐 什么温家宝啊 什么朱镕基啊 完了以后就指望着他们能够关键时刻 能够挺身而出呗 不要让西包子开历史的倒车 是吧 主持个公道吧 至少你可以提醒一下西包子嘛 是吧 然后我们一堆人在那里打酱油 一堆人在那里在那里这个看戏的比唱戏的还入戏 结果毛用都没有是不是 那么多的中共的元老主席台上都坐满了 没有一个人出来说话的 后来我们就在一起就自我解嘲呗 就这帮元老他怎么可能出来说话 一个一个的啊 首先是西包子把他们看得死死的 西包子对他们呢 就是胡萝卜加大棒是吧 一方面呢给你足够的待遇 他们说这帮老东西的话 每天的这个叫什么来着 每天的健保费 每天的不叫健保费 这个台湾词啊 就每天的这个用于他的个人生活的费用 是多少钱 那医疗啊 生活啊 各种这个什么什么身边的人员呢 每天啊 记住了不是每月 每天20万人民币 各个都一样 什么朱镕基 什么温家宝 什么执行都一样 这么好的条件 是不是 他怎么可能反习近平 然后他身边的孩子 暗的全是习近平的人 他们也不敢反 后来想想也有道理 要是我是土工中国的一丸闹 你让我过这么好的日子 我也睁一眼闭一眼 是不是 人走茶凉 不在其位 不毛其真野 是不是 中国人的这个畜生哲学 这个时候会给自己一个巨大的安慰 所以没人说话的啊 这是我们过去一段时间观察细胞子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 最大的错误 就老以为中共的元老会出来说话 会平衡一下细胞子 你想想今天的细胞子他已经没有制衡他的力量了呀 过去团派跟江派互相制衡 江派跟这个邓派也有一点磨磨叽叽 是不是 还有那么几个人能够说点话的 他处在一个有制衡的这么一个情况下 处在一个上面的人 比如胡锦涛 他温家宝他们听得及有些脑人的建议的时候 你这个脑人可能是有点用的 所以有所谓的北戴河呗 说习近平早就把这个北戴河的会议就给拍死了 只望这个中国的所谓的元老派这个东西是个子虚无有的概念啊 所以今天咱一定要要要要要要要开诚不公的 要要跟大家说对不起啊 中国不存在元老派 但是中国存在一批老知识分子 这个东西是说的过去的 因为中国这个国家在任何时候都有那么几个不怕死的人 铁剑蛋道义妙手术文章 是不是 为民勤勉的人 任何时候都有的 这是中国的这个世代夫的精神传统 有的啊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讲说 细胞子有可能最近多多少少有点忌惮的 多多少少有点这个处的 就是中国目前还活着的一批90岁 是将近100岁的一些老知识分子 是吧 说这个社科院的美国问题研究专家 说这个资老师 资中云还是资中军呢 我们念资中云吧 资中云老师沉默了很久以后又出来说话了啊 说你就是开倒车 没什么好说的 是不是 你习近平就是开倒车 我一把年纪的93岁了啊 我也不怕你 你有本事你去派人过来把我抓进去 是不是 无所谓 人都是要死的 说这个资老师的孩子呢也在美国 但是他不出去 他就待在美京 是吧 说资老师的所有的自媒体的账号 微信呢 微博都被封杀了 是不是 但是他的工资并没有停 他的养老金并没有停 日子过得还可以 这个资老师呢 钢琴弹得不错 90多岁的 还能弹这个肖邦的 这个幻想曲 那水平不是一般啊 所以听着这个消息 我就问了北京的几个朋友 我说资老师最近怎么又出来说话了 难道他不怕习近平报复他吗 习近平这么牙字必报的人 这么心胸狭隘的人 这么一个报复性的神经病 神经病人格 精神病人格 哎呀 他说现在北京就有这么一批人的 有这么一批老知识分子还可以的 比如说吴金莲也能够说一两句话的啊 就这一批将近百岁的学者性的老人 他们现在对习近平通过某种管道 还是能够说一两句话的 这是目前中国啊 在习近平一手遮天的情况下 唯一存在的批评之身 让人觉得挺悲凉的啊 但是呢 它是个事实 这个就存在一个问题啊 就是习近平你为什么不敢抓他呢 你把这个吴金莲老人家抓起来呗 你把这个四中云老人家抓起来呗 那有这么几个人的呀 是吧 你看包括我们以前说过的这个义中天 也是这样的人 是吧 还有这个张明人民大学的历史学家张明老师 我们的老朋友也是这样 他年纪不是特别大 但是他敢说啊 张明老师这几天说 说这个都说要讲规矩 党有党的规矩 国家有国家的规矩 但是讲规矩这个事情呢 你首先是你手上有枪杆子的人要讲规矩 你手上有枪杆子 你又不讲规矩 人家哪里能怎么样呢 你有枪杆子 你不讲规矩 然后你让老百姓讲规矩 你这不是讲规矩 你这是耍流氓 是吧 这个话说的挺在你的呀 就今天的中国社会 还有一批退了休的 是吧 老人家出来说一两句人话 出来说一句两句批评之声 这是目前中国唯一存在的批评之声 特别的难得 所以我们今天要给这个 是吧 将近百岁的老人家啊 姿老师点赞 不容易 姿老师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了 当时是满城叫好 是吧 说没想到中国的政治文化 经济外交全面倒退这么快 简直是一斜千里啊 我们经历过文革的这些个人 总以为文革不会重演了 看来是错了 专制体制下什么都可能发生 做最坏的准备吧 说这个93岁的自中云 所有微信都被封杀 他说我一点都不生气 因为看透了 不再抱希望 所以平静 所以北京这里面呢 有人就是据此就得出一个结论呢 细胞子其实是有点怕这些知识分子的 因为他觉得没有必要 他觉得你们这帮人呢脑子老了 完了以后呢 你去动知识分子 好像也不大好 是不是 因为太明显的 估计是这么一个意思 还有人说 如果啊 如果这个墙外的这个周孝正老先生 他如果不出中国的话 就在北京待着的话 应该也没多大个事 但是可能没有现在这么猛了 是不是 还有这个中央党校的蔡老师 蔡霞老师 如果不离开中国的话 不不逃亡的话 在北京的话 也应该没多大个事 也应该还是 还是在外面可以吃吃饭呢 聊聊天什么的 但是你像这么大胆的去反共啊 大胆的去批评习近平 就可能就没有了 这是我今天听到的 算是有那么一点点温暖的消息 这个习近平为什么不敢动这些个知识分子呢 不是因为他有多善良 不是因为他有多有底线 而是他没把这些个 这个老钉帮子 老菜帮子放在眼里 是不是 完了以后 他也没空搞你这些事情 而下面的办事的人呢 觉得你如果说 你把官员都抓起来了 你是有一个什么 反贪官嘛 反腐败嘛 你是有某种意识的加分的 任何时候你抓任何官员 老百姓都会叫好的 但是如果说 你把这些个名头很大的知识分子 你真抓起来了 这个就难说了 这个可能就不加分了 就减分了 所以下面的人呢 也是一睁一只眼 闭着眼 并不代表习近平这个人怎么样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 这个我们今天听到 孜仲云老师 93岁的老人家 再次公开批评习近平 说你就是开历史倒车 没什么遮遮掩掩掩的 我们就大大方方的 把这个话说出来 我们这些老东西不怕你 你有本事你来抓我 活够了 真的是活够了 像我这把年纪 我都觉得我活够了 这个世界无论是哪 都不能笑停 有时候想想中国搞成这样 心里挺悲哀的 谁愿意去流亡呢 是不是觉得没什么意思 你拿它也没办法 是不是 所以呢 吐一两句草率怎么低 所以我们也看到张 张明老师 也吐槽 吐得还挺好 是吧 所以在这样的时刻啊 真的是要像那些个人 仍然留在中国 继续坚持发生的老知识分子啊 表达我们由衷的敬意 真的多多保重 这个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都不容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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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